台積電跟大力光都在今天召開了法術會 將牽動接下來的台北股市跟產業的動脈動 最新的財經焦點的 我們把時間交給親函 好 大力光跟台積電的法術會呢 都在今天登場了 那市場上面我們先來談一下 台積電的法術會 因為很多的法人還有投資人都很關心 就是在於這個晶圓擴廠的一個年代呢 台積電要怎麼樣來上調他的資本支出 其實從台積電今天的股價 是利首在660塊以上 果然就是有好消息要來宣布了 台積電在法術會上面 定調今年的資本支出 是達到了400億美元到440億美元 也就是說這個數字是比市場上面 預期來的更高 比去年的300億美元 他的年增率是來到33%到46%的 持續締造了歷史新高 而在營收的部分也是沒有讓法人失望 台積電第四季的營收跟獲利呢 都創下了歷史新高之外 平均換算下來啊 每一天平均來說 台積電都能賺近18億元 這麼樣高的一個金額 全年的EPS也來到23塊錢 這個也是締造了新的里程碑 特別台積電接下來要做什麼呢 包含像是在高效能運算啦 車用以及手機相關出貨 還有客戶的加持之下呢 要來調高他的第一季猜測 毛利率預計會拉高到55%哦 喊出第一季的營收呢 是上看1700 172億美元 這個營收啊 特別在於美元的營收呢 今年也會成長有25%之多 另外 大家關心的是在於這個擴廠上面 還有跟客戶的一些合作關係 又是如何 在竹科的寶山 現在確定了是改為3奈米的生產據點 根據了解啊 這條產線獨家為誰服務呢 為Intel服務 大家還記不記得 在去年底的時候 Intel的執行長有來台 還拍了一個影片嘛對不對 跟他之前在美國呢 不斷的上媒體 或者是接受訪問的時候 都嗆台灣 嗆台積電 他那個時候來台的時候 態度很明顯的友善很多啊 說這個Intel很需要 台積電這個重要的夥伴 當時其實市場上面就有傳出 Intel是要比照蘋果呢 希望台積電給他一條什麼 專用的生產線 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話 等於說 Intel跟蘋果的訂單是王不見王的 不過呢 在於大力光的部分 就沒有這麼樣的樂觀了 我們知道大力光的執行長林恩平啊 他是一顆老實樹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不管有好消息 壞消息 很中性的訊息 他都會一一的來告訴他的投資 還有市場上面的法人 所以今天林恩平執行長 又針對大力光接下來的展望 釋出了什麼樣的訊息呢 其實啊 如果以今年第一季的展望的話 林恩平說 今年1月看起來會比去年12月還要差哦 然後他再補了一句 他說今年2月還會更差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1月啊 是傳統的季節性淡季嘛 本來就比較不好一點 再加上整個供應鏈的問題 還沒有解決哦 所以我們可以觀察在大力光 釋出來的一些財報的部分 不管是在去年的毛利率 跌破了6成 創下了近6年以來的新低哦 美股EPS 他以前是股文嘛 所以他的EPS當然是很高的 139.13元 看起來高 但是呢卻是78年以來的一個低水位 而至於市場上面一直很關注 大力光如果琢磨在手機太多的話 都沒有切入車用 這一塊會讓他的毛利率持續的往下滑 那至於在車用的部分呢 林恩平也說會往車用模組來去進行 不過大力光也積極的要來突破困境了 因為他什麼 靠著打專利戰要來擊退 紅色供應鏈的威脅 之前在美國的時候 大力光就提告了聯想集團旗下的Motorola 以5G手機 侵害大力光6項的光學鏡頭專利哦 來提告 這個是大力光呢 首度對大陸的手機廠提出專利戰 市場上面就解讀啦 這大力光應該是想要嚇阻大陸的廠商吧 林恩平在法說會上面也說呢 通常他們會採取法律的行動 其實是希望以協調為主 如果沒有感受到對方善意的回應的話 才會繼續來提告 而這次呢就是靠著這個專利戰 打贏了勝仗哦 獲得哪兩家 一個是OPPO 一個是VIVO 這兩家呢大陸手機廠 全數高階鏡頭的訂單 以及五成的中高階鏡頭訂單 所以如果我們觀察在去年第三季 手機排行榜的試占的話 OPPO跟VIVO都是在第四名哦 試占率分別是10% 那蘋果的試占率在去年第三季是15% 也就是說OPPO跟VIVO加起來 大力光吃下的這個訂單呢 對他來說 試占跟出貨量加起來都是贏過蘋果的 所以這一段對大力光的營收的確有實質上的幫助 只是後續的狀況 恐怕還要在觀察大力光之後的轉型方向在哪裡